可以算是最后一两天的灾戒 接下来就会碰到开灾节 在伊斯兰的节日只有两个 一个叫开灾节 也就是我们灾戒三十天 这三十天里面 从破晓到日落中间 不饮不死 不管男生女生 会抽烟也不能抽烟 水也不能喝 也不能有男女行为 在这个时间 从破晓到日落 那么接下来这两天就要结束 结束以后的第一天 叫做开灾节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节日 叫做我们在阿拉伯文 叫宰生节 其实我们中国人翻译的 也很有意义 叫宗孝节 它是纪念这个亚伯拉罕 如何去对真主的 对这个造物主的忠诚 所以我们应该要像他一样 对造物主这么忠诚 因为他当初在跟造物主讲 如果年纪老了 不会有孩子了 如果你要真的让我有孩子的话 你要我干嘛我就干嘛 造物主就赐给他一个孩子 那这个太太老年龙中还是生产了 那有一天他就得到启示说 你说你要贡献那你就把孩子贡献给我 他就去问他孩子 他孩子说就照造物主的意思去做吧 所以他们就去一个地方 他要去下刀 然后在中间呢就碰到有我们讲的叫做杀蛋 叫做杀蛋就是魔鬼 去影响他说 哎呀你随便拿一个就好了 我怎么样 他们两个都会把小蛋赶走 拿石头去打他 小蛋可能附在某些人身上 或附在什么情况之下 阻止他们过去 那么最后他要下刀的时候 也被造物主派天仙给阻止掉了 然后就脸的两头羊取代了 他为纪念他父子对造物主的忠诚 要我们学习这个忠诚 所以那一天叫做宰生节 那我们把它中文叫做忠孝节 这个两个都对造物主忠 儿子对爸爸孝 这个都是 所以这一个呢 有一个 我想可以了解 就是说其实伊斯兰 他这一个信仰 如果你有机会看古兰经里面 他会告诉你从摩西的时候 从亚伯拉罕的时候 耶稣这三个圣人的故事在里面 强调的非常的多 而且比圣经与旧约还完整 所以鼓励大家有机会可以上网 有一个网站叫做伊斯兰之光 伊斯兰之光你网页点进去以后 它在右上角有一个古兰经汉译 就是中文翻译的查询 也有一个叫做布哈里圣讯 你会从古兰经里你点进去会看到古兰经里面去索引 不管什么遗产啦 婚姻啦 战争啦 什么契约啦 他都会告诉你该怎么做 你要看布哈里圣经会看到我们穆罕默的圣人 他旁边的人怎么把他的言行思维 他去演练给大家看 告诉大家怎么礼拜 怎么朋友跟朋友之间交往 怎么群体跟群领之间交往 这里面有大概七千多条 他人家记录下来的 可以去看了解伊斯兰 他是一个 事实上他是讲究和平的宗教 1434年 目前最少快要接近20亿人口去金养大 占了全世界人口的 这个3.5个人就有一个人 3.5里面有一个人 是 七十一啊 二十一啊 不许是3.5 那不是比基督教还多了 是啊 教宗保禄若望 就是这一个新任的前一任 他在前年一百年的时候 中华民国一百年的七月份 他还发表了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就是 他一个公然发表说 我们不得不承认 在我们所能够 这个整理统计的数据里面 现在穆斯林的人数比信仰 就是我们讲 他讲的天主基督教的这种 这种广义的基督教 就是含天主教基督教人口还要多 那个时候 如果你去上网去查 PEW Research Center 他是一个世界人口调查公司 他会告诉你 在2011年的1月还是2月就已经16亿了 16亿的 16亿的 伊斯兰教 是 那基督教那个广义的有多少 那个时候大概15亿 14亿吧 16对15 44 OK 所以他之所以在没有那么广为宣导宣传 步道的那种情况之下 这么多人会去信仰他 他一定有一个道理 这个道理是什么 我个人从一些入教的 甚至有一些 他一看到什么战争啊 这些战乱 他说我不想信伊斯兰啊 但是他发现他不敢去信别的教 为什么 很简单 就是我刚才跟你讲那个核心观念 当我要去信别的教的时候 我发现我拜的是人 是偶像 是木头 是雕刻 而不是我感觉到的那个真正的教 造物主宰 基督教不是也是信上帝吗 耶稣 他把耶稣当作上帝的儿子 那他们就是基督是基督是基督 可是还是上帝的 不一样啊 上帝是上帝哦 耶稣是耶稣哦 耶稣是跟我们一样有心底的 会吃会喝会拉 上帝是你不能去把他形象化的 对啊 上帝是在上面的 那你为什么要在拜耶稣呢 他们不是三位一体吗 他们没有 请你去弄清楚 你不要问我 好不好 还有圣玛利亚啊 也一样 其实在全世界里面 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宗教学家 跑到一个地方去 叫做澳洲 有一个土族 他去研究这个土族信仰 他就发现 他们拜的一个 那个神子叫安德兔 安德兔 他就去查那个语言学家 帮他查安德兔的意思是什么 叫没屁眼的 他说这什么意思 什么没屁眼 神怎么可以跟我们人一样有屁眼 你不是在侮辱神 你不能去想象神是什么样 现在科学家已经证实了 宇宙里面有两千亿颗星球 谁造的 你今天造了一个电脑 都已经不得了二十世纪的改变 二十一世纪 那谁又去造这个宇宙万物 让它有一个太阳系 水星木星火星地球 这样的排着去 没有人去把它安排 你说叫做物尽天择 没那么容易啊 谁去造一个太阳燃烧几百万年 不灭的 没有人去想 其实很简单的问题 只是我们不想 我们人造不出那么一个小火球 让他放在一个宇宙里面 让他自己燃烧几百万年 几千万年 甚至说几亿年 一定是被造 所以有一个招物就在 回到这个根源以后 他要出去 他不是说他不要回来 他出去 他没办法去崇拜别的神 他说哇 还好我没有去拜别的 因为他已经没有 他每天做礼拜在跟谁对话 他在跟自己信仰的那个招物对话 没有没见 那他一出去的时候 他发现他没有办法信仰别的宗教 这样可以理解 理解 这里有很大的差异在这里 这个信仰跟别的信仰大的差异 就是对造物主的认知 跟忠诚 谢谢你 谢谢 好吧